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心理世界 2013年5月8号的这一天晚上 海南省万宁市某小学的六年级 六名女生都没有回家 机体的失踪了 这可引起了家长和老师的极度恐慌 他们赶紧组织人员四处寻找 都没有一顶消息 家长们一个个心急如逢 一天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第二天晚上的11点钟 其中一个女生给家里打电话 说她在海口的亲戚家 家长们吼述赶到海口 根据这个女生提供的信息 在一间出租房里找到了另外三名女生 他们说 其余的两名女生还在万宁 家长们又胆战心惊了 称重地赶回了万宁 最后在一个度假山庄里找到了这两名女生 这六名女孩都找到了 但是她们看上去精神上有点迷迷糊糊的 都有一些恍惚 女孩的手脖子这些部位都有明显的扭伤 经过医院的检查 这六名女生的下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家长们立刻报警 原来这六名小学女生 是被万宁市的另外一个小学第二小学的校长叫陈某某 和一个叫冯某某的带去酒店开房了 为什么一个小学校长会带着另外一个小学的六名女生去酒店呢 原来啊 这六名女生同在一个小学上学 其中的一人啊 在2013年新学期的时候才转学到陈某某所在的第二小学 因为她的一次逃学问题 在接受批评教育的时候 认识了这个学校的校长陈某某 后来那个陈校长啊 就经常主动去联系她 让她给介绍女朋友 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 给一个小学的校长介绍女朋友 观听起来就感觉到怪怪的 实际上她是想啊 和这个女生啊建立关系 让她给介绍其他的女生 其他的五名女生也是经过那名女同学 与这名校长联系上的 出事的那一天 陈校长约好他们啊 去外面玩 这六名女生也很爽快的如约而至 他们到了KTV唱歌 当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其中的两名女生就被在房管局上班的 陈某某带到度假山庄各夜了 另外的四名女生也被陈校长要求到酒店一起住 陈某某在酒店里开了两间房 和其中的两名女生更处意识 其间啊对女生有性行为的诱惑举动和威胁行为 案件侦查后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陈某某被判处十三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冯某某呢被判处了十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从现象上来看啊 这是对小学女生十四岁以下的幼女的强奸犯罪 是家政情节的强奸犯罪 犯罪人还可能具有恋童癖啊 恋千少年癖的性变态群像 当然啊这六名女生自己也有一些行为问题 比如说追求刺激冒险啊 贪图享受啊 自己保护意识差这些问题 他们啊实际上是性犯罪的被害异感人群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 强奸犯罪人 性侵害是一种啊 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结合 其中强奸是典型的代表 它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八大类严重犯罪行为之一 就是违背女性的意志 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和女性发生性行为 或者奸淫幼女的行为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啊 我们通俗了一件 就是指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性侵害 有人问啊 女性能不能成为强奸犯的主犯呢 称概念上来说 我国的刑法规定 只有男性才能成为性犯罪的主犯 那么强奸犯罪当中还有承犯或者邪承犯 这个是不是存在了 这个是存在的 比如说在前几年 东北有一个女性结婚了 在婚后了 她的丈夫发现她不是一个处女 就心里有一些很不舒服 她自己知道这个生情之后啊 也整觉得是整缺憾 后来啊 她就想弥补她的丈夫 在她怀孕期间啊 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性 她通过诱骗的方式 把她骗到了家里 那个女性呢 实际上是出于好意 想帮助她 到了家里之后啊 她竟然给她下了门汗药 然后协助她丈夫 把这个女性给强奸了 后来呢 感觉到事情很严重 就一不做二不休 把这个女的给杀害了 那么这个 其中这个犯罪人女性呢 实际上就是强奸犯罪的邪承犯 还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在我们国家 是女性不能成为强奸犯的正犯 在别的国家 或者别的地区 有这种情况吗 有的 在有些国家 女性也能成为强奸犯的执行犯 前几年 在韩国发生了一期 相对离奇的案件 这个夫妻两个分居了 但后来啊 这个妻子呢 找了个办法 把她的丈夫强奸了 后来丈夫啊 就还把她告到法院去了 而且呢 法院也受理了 而且还真正判决了 这个女强奸犯的成立 这是在有些国家 有些地区呢 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犯的正犯 或者叫执行犯 它就实际上对强奸这个概念的一个认定 有的称为叫做性基础的假说 有的呢是认为叫性器官的插入假说 如果在我们国家去告一个女性是强奸犯的正犯 我国的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这是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上的规定 这个限制 当然现在 从世界范围来说 更广泛的概念是采用叫性侵害 强奸 这是性侵害当中 一个最为典型的 最为严重的代表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强奸行为呢 我们看啊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 强奸现象是一直存在的 这么一种罪恶 那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是达尔文提出的叫性选择假说 就是说那些不能成根吸引性伴侣的那些男性 就倾向于去实施强奸行为 为什么呢 他是想去传递自己的DNA 获得更多的后代 这就是所谓的男性强奸适应器的假说 就是说强奸行为啊 隐含的 是为了传递犯罪人自己的后代 相应的呢 女性也具有防强奸的适应器 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性 会天然的去防御被强奸 看到这个观点啊 我们可能感到有些疑惑 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啊 强奸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信誉 怎么会和传递后代有什么关联呢 好像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当然我们可以试着去想一想 在生命进化过程当中 就为什么会产生性行为的快感呢 快感的起源是什么呢 快感本身是不是单纯的快感 还是有没有通过快感 把人吸引到防则后代的这种行为来的机制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试着去理解一下 就是大文所提出的这种选择假说 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那当然从个体角度来说 强奸犯罪性理的形成因素 研究最多的还是生物因素 有三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第一是指性极数的异常 导致了强奸行为的发生 性极数里面 雄性极数的代表是高碗酮 现代的研究基本认为 高碗酮极数和性攻击之间 存在着一种相关的关系 它体现为两种极端的情形 第一是高碗酮的蜂蜜过于旺盛 会导致行为人的性冲动性很强 这样就有了强烈的强奸的驱动力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高碗酮分泌很低 相对来说 这个个体容易导致很强烈的自卑感 在这个角度而引发了一层 病理性的性侵害 第二个是说脑神经活动的异常 和强奸行为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神经地质的异常 那么这些神经地质 比如说包括五腔伤啊 去加生残腺素啊 多巴胺 或多或少 如果过多了 过少了 可能都会直接引起神经兴奋的异常 这样就有可能导致 冲动性的性行为 此外呢 酒精啊 精神药物 这些特定的生化物质 也会导致人的精神上的兴奋和移植过程的混乱 这个时候会大大降低自我的控制能力 会导致一种纯粹的一种本能行为 这也被认为是常见的强奸诱发因素 从心理层面而言 强奸犯罪人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他们在认识上具有一种犯罪合理化的群像 他们会认为强奸得到的好处更多 换句话说 强奸要冒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其中实际上就有行为能很大的 缴陷心理的成分 就绝大多数强奸犯都有这种缴陷心理 认为我不会被抓住 他们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称名 比如说模仿犯罪 或者针对年幼的女性下手 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叫儿童强奸犯 后面我们还会说到 实际上大多数的强奸犯罪人是不太称名的 他们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小称名 也正是这种情况 所以强奸犯罪人在犯罪犯人群当中 地位也是最低的 罪犯来说也是瞧不起强奸犯的 相应来说 强奸犯是倾向于道德推脱 就认为强奸是被引诱的 至少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是女性的行为的不减点导致的 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这是强奸犯为自己开脱 想降低自己的罪子 大家可能听说过 印度这个国度有很多的强奸案件的发生 为什么呢 很显然这是和他们的文化 法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强奸犯没有得到及时的应有的惩罚 这就会大大助长强奸行为的发生 就在环境因素当中 文化当中的大男子主义 男权主义 会导致一种男性潜在控制欲望的高涨 强奸并不整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因为还有熟人强奸 约会强奸 婚内强奸 这些现象 其中熟人之间 较有可能是犯罪人为了获得一种控制感 中复感而实施的 也有的是为了恢复自尊 或者男子汉的气概而实施的 婚内强奸现在的真性比较大 就在婚内婚姻续成期间 是不是存在着犯罪现象 从法理上来说肯定是存在的 但在司法实践当中 这样的案件处理起来比较难 比较难于取证 到底是不是强迫性的 或者是家庭矛盾 或者别的因素引起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动机 直接导致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呢 所有人都会想毫无疑问 肯定是性欲动机 但是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还有别的动机呢 我们说性欲动机是强奸犯罪 以及其他性侵害动机的主要动机 是它的主要核心的目标 就是为了满足性欲 但是其他的动机呢 可能和性欲动机相结合 或者是由性欲动机派生出来的 转换出来的 在这些所谓非性欲的强奸动机当中 攻击动机较为明显 这些强奸犯称为愤怒型的强奸犯 强奸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愤怒或者仇恨 有对女性本人的仇恨 也有对女性相关利害人的一种愤怒 而性的满足了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某人的女朋友被一个熟人强奸了 路和真杀的男朋友呢 并没有去报案去解决 而是找到机会对这个强奸犯的女朋友 实施了强奸 这就是典型的叫以血黄血以牙黄牙的 这么一种犯罪心态 属于原始形式的同态报复行径 还有的这种报复或者征服行为呢 并不一定纯粹是表现在个体层面上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想到在战争期间 大多数的侵略者 战领者 他都会发生很多暴行 比如说对女性的暴行 强奸了 虐待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信誉的宣泄和这种满足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一种复仇 一种虐待性的复仇 对于征服对方的一些弱小群体的一种侵害 来达到心理上一种满足 当然不仅仅是侵略者 就非正义的这一方 实际上在战争的正义这方 也可能存在着这种暴行 这里面表达的就是一个方面是信誉的纤线 第二个是一种征服的欲望 我们常常还会举到另外一个例子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比如说鲁万达的整族灭绝 这种事件当中 有很多很长暴的行为 其中就包括对妇女儿童的一种虐待或者强奸 这种例子啊 这种案件发生了非常多 这个情况和战争当中发生的这种征服的欲望 是高度相似的 还有一种更为恐怖的变态的性侵害动机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动机里面具有一种虐待的成分 是和性欲相结合的虐待成分 我们来先看一个四十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案件 1974年的1月15号 美国康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 警方接到了一个15岁男孩的报警 说他家里发生了惨案 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虽然他们见过许多惨案的现场 警察都忍不住倒下了一颗凉气 因为犯罪现场非常的惨烈 这个报案人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妹妹都被捆绑在一起 当然早已经寄绝身亡 里面显示着有虐待屠杀的这种场景 极为恐怖 这四名受害者身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捆绑和虐待 死因都是机械性的窒息而死 熊气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家里百岳窗的拉绳 被拉绳给捆绑内死的 其中报案人最小的妹妹死状最为恐怖 犯罪人把他单独带到了地下室 把他半裸体的绑在水管上 接着用拉绳把他勒死 最后犯罪人还对着受害人的尸体有长时间的猥亵行为 由于犯罪人在现场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甚至伪装了现场 导致警方无法锁定犯罪嫌疑人 在这里有人会说 不是有犯罪人留下的金巴吗 是的 当时确实收藉了犯罪人的金巴 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DNA技术 现场采接的这个金巴 直到2005年有DNA技术的时候才判上运场 此后类似的案件不断发生 发生的过程如出一指 凶手先是闯入到被害人家里 切断电话线 等被害人回家之后突然袭击对方 再用电话这些绳索把他捆住 然后正点来了 进行虐待 最后杀害 所以这位不知名的连环杀手 被人们称为BTK杀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捆绑把虐待杀害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合在一起 叫BTK 这个犯人不仅与警察周旋 而且每次犯案之后 好像都会故意留下一点线索 仿佛在于警察玩捉迷藏的这个游戏 尽管如此 警察一直也没有找到凶手 直到30年之后 2004年的3月 犯罪人主动寄信到一家地方电视台 里面还有被害人的照片 这再一次刺激了警察的神经 警方赶紧抓紧调查 后来在犯罪人陆陆续续寄出的这个信件当中 找到一些线索 警方乘一张棺盘当中 追征到了他服务的场所 一个教会手在地 最后才让这个BTK杀手献出言行 2005年的2月15日 将近60岁的犯罪人争于被捕 长达31年的追捕行动才划上句号 此人叫做丹尼斯雷德 是一名普通的牧师 DNA技术也确认了他就是犯罪人 在法庭上 这个犯罪嫌疑人 平静地承认了自己就是BTK连环杀手 他在1974年到1991年的17年间 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10个人 最终法庭他判处他10个有期徒刑 合计175年的有期徒刑 这个牧师的外表下 有一颗邪恶的灵魂 这个邪恶的虐待杀人狂 是如何造就出来的呢 我们共同来看看 看能不能发现他的成长路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信号 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但他并没有获得来自父母太多的关爱 父亲是迫于家庭的压力 每天的盲鱼工作 母亲呢 是否早已经怨见了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 除了看电视啊 就是沉迷于各种八卦杂志 从这个小雷德看来啊 他只有在犯错误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父母的关注 是吗 然而父母并不知道这个幼小的孩子心里 已经开始出现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 陈晓雷德就很喜欢看侦探小说 但他所成败的并不是正义 瑞士的侦探 是什么呢 是各种各样邪恶残忍的罪犯 他整天就幻想着自己成为凶手的样子 大家注意一下这叫什么 叫犯罪者自居 是一针早期的危险项号 他就把犯罪者当成自己将来的理想角色了 第二 他对捆绑有异常的迷恋 很小的时候 他都会在家里啊 偷偷的把自己捆绑起来 甚至也把小动物捆绑起来 最后把他杀死 这就是第二个危险项号 叫虐待动物 这个时候啊 当母亲发现的时候 他并没有感觉到恐惧和内疚 反而在母亲的折马生争 充满着一种兴奋和愉悦感 很奇怪吧 别人都感觉到很害怕 很惶恐不安 他感到很兴奋 其中还有个很诡异的童年的细节 有一天啊 他的母亲的手卡在了沙夫里 叫这个小雷德赶快过来帮忙 看到惊慌失措的母亲 雷德兴奋极了 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手未有的性快感 母亲当时惊恐的表现 深深的烙印在她记忆当中 这就是第三个危险项号 是什么呢 叫恐惧和性兴奋之间形成了条件反射 本来恐惧和性兴奋之间是没什么关联的 好像一个线路搭错了线 突然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 直到成年之后 这个雷德还会经常在家里啊 偷偷模仿他母亲受到惊吓的样子 这种不停的模仿 又大大反过来强化了他的性快感体验 也就是说 每当遇到恐惧的时候 或者追求恐惧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整性的快感 自成有了这次经历之后 雷德经常就跑到邻居家去 偷窥啊 邻居家的女性 甚至会潜入他们家中去偷走内衣 私下里啊 自己会穿上这些内衣 幻想这些女性会捆绑着呼喊的样子 这好像是一个未知的 这个恶魔在召唤他 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危险性 叫什么呢 出现了严重的品行障碍 他知道这个恶魔迟早会领着他走向犯罪道路 他的内心呢 也仿佛很期盼着这个黑暗时候的到来 然而家里人并没有太多关注这个孩子扭曲的内心事件 在外人看来 雷德就是一个幸福人生的魔法 陈晓就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 高中毕业后 他去了空军基地服役 退伍之后就在一个超市工作 后来还在当地磨得了一个牧师的职位 后来还结婚了 结婚之后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 对于工作上他很细心负责 对家庭呢也尽心尽力 雷德的内心好像一时平静了许多 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 并没有压抑住他内心的黑暗 他反而好像更加渴望这种内心的刺激 终于在1974年的1月15号 这个时候28岁的他 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灵魂 出卖了这个未知的恶魔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危险的信号很多 有哪些呢 最早期的犯罪者自居 虐待动物 恐惧和性快感之间的条件反射形成 以及品行战 他们一步一步地升级 最后成内心的邪恶 演化到了现实当中的恶魔 在这个案件当中 捆绑 虐待 杀害 是固定的犯罪谋死 其中虐待是个能够带给他 强烈的一种兴奋和心理满足 虐待心理是整个犯罪行为当中 最为关键的心理欲望 表明这个犯罪人是虐待狂的性变态者 是性变态当中的一种 叫虐待狂 他是性表达 性满足方面的变态体系 同时呢 这种极端的性变态行为 和他自己城市的职业之间 存在着一种尖锐的心理冲突 对吧 他还在干做牧师的这个职位呢 内心伴随着一定的罪恶感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犯罪30年之后 会主动寄被害人的照片到电台 被抓获之后又很快承认 全部罪行的主要原因 他有这种内心的纠结 这就是虐待动机的性侵害 是一种病理性的动机 他们是虐待性的强奸犯 这种内心的罪犯 是将性和暴力融合在了一起 正如BTK案真的犯罪人一样 除了强暴之外 还有捆绑啦 鞭打啦 烧肘啦等残忍的方式 来执目被害人 成真得到极大的一种满足感 这是一种性本能和攻击本能 相结合相融合的一个场目 在性行为当中 伴随着攻击的兴奋感 在攻击行为当中 体会到一种性本能的快感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说 这正像本来两条平行的电路线 突然之间创在了一起 一条通电之后 另外一条就有电了 攻击本能就结合了性本能 反过来也一样 两种本能是相互联通 相互强化的 我们对强奸犯罪人都很愤恨 那么针对强奸犯罪 要怎样来进行打击 矫正和预防呢 首先是惩罚 我们说要以严循禁法 破奸鬼之党 就对他们啊 要以严格来执法 来惩罚他们 同时来在监狱之外 也要把他们看作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人群 要以特定的标志 来警示这些人的危险 让普通的人都知道 这些人很危险 比如一些国外的法律 他就已经开始 有这么一整规定 对性犯罪的累犯 进行电子标识的更争 和社区告示制度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上海啊 深圳啊成都 这些地方 也有地方向它法规 有这种规定 第二呢 在矫正方面 要对他们开展 认知行为的训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错误观念的改变 和行为的训练 要同步进行 矫正的核心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培养他们的一种 正常的社交技能 让他们掌握 获得正常亲密关系的技能 而不是一种强迫性的 来满足自己性欲的需要 还有一点呢 就很有争议性很大的 就叫化学阉割 也有的叫物理趋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性累犯 尤其是对性侵害幼女的罪犯 用雄性激素 比如说黄体酮激素的一种治疗方法 常见的就是触酸甲枪运酮的一种治疗方法 来降低他们的性冲动的能量 比如说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018年曾经做过一个追征研究表明 以化学阉割629例性罪犯为样本 发现他们的诚心犯罪率降为了8%以下 这个是很看起来是很有效的 我曾经在教学中也做过一个非正式的调查 对年轻的学生的调查 你对强奸犯实施化学阉割的态度是什么 发现年轻的学生几乎支持或者坚决支持 认为这样一来可以很好地来惩罚和威慑他们 第二呢可以防止二次三次的他们的犯罪 对此你怎么看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精彩的看法 第三呢 我要执行预防和打击病症的刑事政策 一方面 对犯罪人诚心犯罪的预防 国外有一种做法 就是要测算出潜在犯罪人的强奸指数 具体来说就是建立本地区性犯罪的高危人群 这么个数据库 这样来加强对这些潜在犯罪人的监管和预警 如果本地区发生了强奸犯罪案件 首先是找谁了 首先是找他们筛选这些高危的人群 那么更有可能就是现实的犯罪人 另外一方面要加强保护性的预防 不要让自己成为被害的异感人群 尤其是单独生活的年轻女性 这个为什么这说单独生活的呢 因为单独生活它有风险比较高 没有一种相互支持的保护 为什么是年轻的女性呢 我们一开始提到大文的进化论里面 因为年轻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强奸侵害的对象 当然大文讲的是一种进化论当中的 因为年轻女性年轻漂亮了 她更能吸引那些坏人 就在吸引的特征方面 当然大文说的是什么了 因为只有年轻的女性才有升职的能力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就这些年轻的女性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措施 千万不要以为天下太平 因为确实存在着潜在的坏人存在 他们每天都在那个地方 你是在意啊或者不在意 他们都在那个地方 而且呢还不一定是躲在阴暗角落里 可能就在你身边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强奸犯罪心理 强奸犯罪是性暴力的典型代表 性犯罪的心理形成 有其特殊的生理 心理和文化情境因素 强奸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了 是性欲动机 当然也有基于这种性欲动机的变形动机 比如说愤怒复仇的动机 比如说病理性的虐待动机 另外在青少年犯罪人身上 还有种常见的好奇心动机 大家想想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啊 就和青少年所面临的青春期危机 其中的叫做性机能已经唤醒 但是呢 性道的意思没有同时到来 有密切关系 对强奸犯的角质和预防 要有针对性的展开 其真认为 认知行为疗法 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而化学阉割了 这在法律上和人理上 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